在这一支影片里面我们来介绍 Intellij IDEA的专案结构 Intellij IDEA它的专案结构有两大项 分别是专案的设定跟平台的设定 我们开这个 IDEA来看一下 要进入这个专案结构设定 我们可以从工具列里面 由这个设定这个图示的右边 这个就是专案结构设定的地方 或者是从功能表的File里面 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个Project Structure 这个项目 这个就是专案结构的设定的地方 专案结构在这个视窗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有两个大类的设定 专案的设定跟平台的设定 那在专案的设定里面它又有五个大项目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五个项目是什么 第一个是Project 这是专门设定跟我们专案相关的一些设定 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做设定 那这个如果说你存成档案格式的方法来处存它的设定档 它会是你专案名称后面会加一个副档名是.ipr的档案 那如果说你是储存在专案的目录的这个.idea这个资料夹里面的话 那这一个.idea里面的就都是xml档 那就不会有这个.ipr的档案 那除了Project以外 这个Modules就是来设定我们的模组 那在idea里面一个专案可以设定一到多个的模组 那通常是你的这个原始程式是来自不同的地方 或者是你希望把它编译到不同的产出的路径去的时候 你就可以设定成不同的模组 那通常它这个模组的副档名为是.iml 那第三个Libraries就是我们的程式库 我们可以设定说哪一个模组要用到哪一些程式库 那在外面我们可以把程式库的定义在这个Libraries里面来做定义 那第四个是所谓的FACES 这个一般就是我们在专案里面的某个模组 里面它要用到的一些技术 或者是它要套用到哪一些框架 那就可以设定在这个FACES里面 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某个模组它具备的某一些特征 然后透过这个FACES来做设定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这个Artifacts 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我专案在build的过程中 会产生的一些产物 比如说我们最后希望它产生点价档 或者点挖档等等这些产生出来的东西 就会把它放在这个Artifacts里面 那我们在idea的画面里面 就是有分别是这五项的设定 那这个Project 就是设整个专案的一个共用的设定 首先就是专案的SDK 我们在这边可以指定你这个专案用的JDK的版本 像我们这边用的是11 那假设你还有Java 8的专案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边选成这个Java 8的SDK 那你没有Java 8的SDK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New去指定到你Java的路径 JDK 8的根目录 就可以把它再建成一个新的SDK的选项出来了 还有专案的语言 要相容到哪一个版本 像我们这边就相容到了Java 11 假设你希望要旧一点的版本的话 你就可以根据专案的需要来选 比如说你只要让它可以支援到Java 8 你就选这个8 那这个是专案输出的路径 这个都是预设就设定好的 那这个模组主要我们通常模组设定 会用到的地方会比较多 像我们这边就只设了一个模组 它的功能就是帮我们编译 我这个Hello这个资料夹里面的原始程式 那在这个模组右边它也有三个分页 第一个分页Sources 就是我们要来指定我的专案的目录里面 哪一个资料夹是我的原始程式的资料夹 像我们的原始程式资料夹 在这个Hello这个资料夹里面 我们用档案总管来看 这个是我Hello的资料夹 我这个Idea Projects里面 现在有三个专案 那在我这个Hello这个专案里面 有一个SRC这个目录 这个里面放的其实就是我的原始程式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SRC这个资料夹 把它标示成它是原始程式的资料夹 所以我们通常是在右边这边 用这个AddRoot的Content 去选择一个目录 也就是我们这个目录 这就是我们选到的这个目录 这一个 原始程式 它就会标示在这边 或者是我们可以在左边这边的档案总管 类似档案总管的这个资料夹 画面上面有点到你的原始程式 然后再去点上面这个Sources 那它就会变成是蓝色的 表示说它就是一个原始程式的资料夹 那我们因为刚刚又多点一次 你看它其实已经没有那个蓝色的标志 右边也没有这个Content Route的这个项目出来 因为它现在已经变成不是原始程式 所以我们再重新的设定一遍 点到它移到这一行 按一下Sources 它就自动帮我们把这个SRC 这个资料夹帮我们加进来 然后你有不需要我们的Editor 去扫描的那些路径 要把它排除在我们的原始程式里面的话 你就要去把它点一下 让它变成Excluded 就是不包含在我的原始程式里面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设定的地方 尤其是我们在做网页开发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一些 除了网页的模组以外 我们还有很多个不同的原始程式的模组 那在不同的模组里面 这个原始程式的这个资料夹的设定 就需要特别去注意 然后这个Paths 就是我们这个原始资料夹 编译完以后要存放的位置 那如果没有特别的话 你就是选择系统预设就可以了 那这个Dependencies 就是说我要能够成功的编译我这个原始 原始程式资料夹的话 它会需要依赖哪一些的项目 比如说它会需要我们这个Java11这个JDK 还有它需要我们模组的原始码 那假设我们有多个模组的话 那每个模组跟模组中间它又可能会有相异性 那像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把它给加到 这个模组的这个依赖的这个选项里面 那这个将来假设我们有多个模组的状态下 我们再来再来做示范 那这个Libraries 通常就是你去增加你的外面要用的程式库 比如说我是Java的程式库 你可能就去找到一个JAR档 然后把它加进来 让它改成一个新的名字 这样子 那这个FACES就是你将来要用到的 某个模组要用到的某些技术框架 它就会呈现在这个FACES里面 那这个Artifacts就是我们要编译出来的 产生的JAR档或WAR档 它就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里面我们最常用的应该是前面这三个 那因为这个跟我们专案的运行很相关 所以基本上这边的这个设定它的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各位可能要清楚的了解才行 除了专案的设定以外 我们还有一些执行时候需要的一些主态的设定 是在RUN这个功能表选单里面 会有一个Edit Configuration 在这边我们自来设定它执行时候的一些设定 那刚刚那个Project Structure 其实是类似一个专案的静态的一些设定 那动态在执行时候的一些设定 我们是要在这个Edit Configuration里面来做设定 那在这个 这个其实我们如果是透过它的程式 来产生专案的话 它其实是已经都帮我们设定好了 首先第一个就是在这个Configuration里面 Configuration这个分页里面 它会需要我们来指定我的主要的类别的这个类别的名称 因为我们先前也讲过 Java在运行的时候是很多个类别 然后组成了多个物件的方法在运行的 所以那到底谁是主要的类别呢 我们在这边就需要去指定 指定就是我主要的类别是谁 其实就是我们这一支程式 然后如果说你在执行的时候 有一些额外的选项要去执行的话 就可以在这边输入JDK的一些选项 比如说我希望把它档案的编码 预设是UTF8 假设我要把它改成MS950 那就可以在这边加上这个设定 那在执行的时候呢 它就会帮我们把这一串设定 加在执行的那个选项里面 然后还有呢 我的工作的目录是哪里等等等 都可以在这边做设定 然后最后 这边还有一下 在我们这个程式开始做 直行的时候 因为这个Run 它就是在设定我们执行时候的一些选项 那在真正执行之前 它会做一个动作 我们可以在这边做指定 那它这边是让我们做了Build的动作 所以我们程式只要修改完 然后你去按Run 其实你不用去选那个Compile 或者是Recompile 它自己就会帮你自动做编译 因为这个Build里面 它就喊了要做编译 所以直接用这个Build就可以 那假如说你希望自己手动去编译 不要系统 你每次Run的时候 它就自动帮你执行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选项 你只要选到它 就可以把它给按-号剪掉 那这样子到时候你在Run的时候 它就不会自动先做编译 所以我们就要自己手动 用Recompile来做编译 那要加不同的选项进来的话 就是按这个加号 这边有很多种 那我们就可以选这个Build 那这个就是Runtime的Configuration 要透过这个Run EditConfiguration来做设定 就是这个Build里面 就是这样子